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振兴三倍券最小的面额是200块钱 那么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小吃摊真的是很难使用 也引爆了小吃摊业者的名愿 经济部想出了对策 将协调摊商去做产品的套装组合 尽量在不找零的游戏规则之下 让同版美食也能够抢三倍券的商机 我们的记者也实际的走一趟小吃摊 发现有部分的业者觉得真的是蛮困难的 不过也有店家脑筋动得比政府快 早就已经推出了200块钱的套餐 只是未来如果真的推出小吃套餐 民众买不买单呢 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 饼皮煎到金黄酥脆 葱抓饼摊商在疫情过后 进入振兴期也想抢得商机 可是政府推出的三倍券定调不找零 很小的金额啊 所以说你如果客人没有吃那么多 一下子你要叫客人买到那一两百块 好像有一些困难啊 不是每个人 每个人都一下子可以吃这么多 除非说有家庭啊 消费者可能也会挣扎到说 到底要不要去买到两百块 或是说他只想买一百块 然后变成他们也会有那种 比较不好决定的那个空间 经济部想出配套措施 希望业者推出组合套餐 但对小本经营的商家而言 确实有困难 但有业者脑筋冻得快 那个人的套餐大概 一百八到两百元不等 所以即使是一个人来消费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顺利使用 那个政府的振兴券 这是没有问题的 点咖啡或是搭一些面包 或是甜品的话 如果超过两百元 我直接收两百元的面额 经济部希望街边美食 也能在不找零的游戏规则下 抢得三倍券双击 但民众看法两极 很多都是小东西 然后如果不能找零的话 那你就必须去比较像从博物公司那种消费的话 其实就会限制一般地区性的那种商业活动 其实如果偶尔吃好一点 就是能够超到两三百四五百 三倍券一个月后上路 不少商家蓄事待发 怎么买最划算 民众得精打细算 记者亦宁 林敏佳 台北厂德 分莎 峻ова